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助他隐瞒身份接近徐林 然而 司马家长子司马郎在洛阳被董卓勤货作为人质 司马懿急忙吩咐残兵组织出发 更令小木化名貂蝉混入宫中 零外合展开营救 离河内不远的袁绍大营内 一位独眼将军正与手下讨论着最近军中流传着的传说 不到一月时间 袁树 孙坚 乔茂账下 共有29名独眼将领在军中被杀 听说人头都被割走了 诡异得很 四名独眼将领颇为不屑 笑道 我独眼龙刘宗征战杀场数十年 百万军中取人手机 不过是传说而已 只是为了凝聚人心 增强细碎中手段 谣言不可信 包括最近在流传的 说河内司马家派独眼刺客 行刺许林也是一样 只是为了塑造英雄而已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抗衡战神吕布的传说 只要我放独眼杀人传说 盖过对方的战神传说 对敌方事情定是一大打击 刘宗一同分析 仲将认为有理 说道兵书有余 百人之战 盛方归功主将 千人之船 盛者尽归一人 九过三旬 刘宗接着说道 诸位 所谓独眼杀手的传闻 其实就是我捏造出来的 我才是那真正的独眼杀手 说吧 众将一起哄笑 纷纷举杯相近 然而 由远及近 传来一阵马骑之声 一个人头运声飞了进来 只见战外一人手持话机 脚踏宝马 说道 许玲 是你杀的吗 刘宗大喊 来者何人 来人答道 吕布 吕凤仙 归报 杀凶之仇 定杀错 不放过 没想到 吕布竟能单枪匹马 独闯大营 战神之名 忽然名不虚传 吕布一招 去刘宗首级 随后扬长而去 却将刘宗大营的追兵引至 联军的白方大寨 只也约暗心息 两寨之人误以为 对方是敌人便打了起来 而白方也被吕布所杀 此后 吕布跟一口气去了六寨 斩杀五十元大将 令关东军中计 互相残杀 死伤上万人 不得已 放慢了进攻节奏 严军受死 及时大辱 为了不影响士气 谎称死伤的万鱼士兵 乃吕布君 想以此捏造 吕布游泳无魔的形象 然而 深入人心 第二天早上 洛杨城外 详将兵变 幸得联军此前 被吕布找的天翻地覆 不敢冒进 董卓大军 才能及时评判 避免局势 进步恶化 清晨 吕布提着流动的人头 来到一座坟前 此处 正是他的好友 许林之墓 只见坟前 插满了此前杀死的 29名独眼将军的人头 更有一人 跪于目前 只听他轻声说道 天下敌智囊 你猜我燎原火 今天来这要干什么 皇宫之内 数百名官员 被置于遇到之上 更大骂董卓 汉贼 而遇到两旁 则已有无数文武百官 跪拜叩首 生前还放有罪状告白 口中也不停呼喊着 自己的罪过 此时 董卓挟持着右弟 驾着运念 进入了皇宫 而拉着连的不是马 而是人 连过之处 血肉横飞 惨不忍睹 右弟流邪 年轻九岁 从未见过 如此惨烈的景象 痛哭不已 双手紧捂自己的耳朵 董卓 却对着满朝文武 大吼 荒淫 自私 宦官 体质 外戚 腐化 坦途享乐 前者背弃 余者满堂 管教不善 导致民风松散 外风四起 黑道猖獗 黄金崛起 为何没人阻止 为何无人劝谏 跪下的人 这是你们的职责啊 今天 董某就用一双手 为这条 有眼无珠的龙 点睛 说吧 拿开了右弟的双手 让他听到 夹道百官的 求要之声 看到他们的 无耻丑态 看吧 看这群 无能贪的小人 不求改革 满口人意 国家动乱 他们有做过什么 国家激弱 就是因为这群猪啊 听到董卓的呐喊 右弟 今夜四 无道什么 激动不已 心想 这些就是所谓的 国家动良 这些 就是所谓的 忠诚意识吗 有些说道 董贼 正恨你 正恨你来得太迟了 董卓也喊道 懂贼无能 自知有罪 懂贼有的 只有可恨的力量而已 逆贼的力量 比一切来得更猛 这让逆贼 来推动时代的巨轮 免过王者之路的障碍 除淤血 生祸乱 人才知什么是可贵 孩子 这让董卓用生命和鲜血 用力量和残暴 来创造新的时代吧 公元1901年 董卓杀文官70人 武官50人 国际3600多人 一时间朝野上下 挨红遍野 不仅如此 董卓还将流于 洛阳内的关东军家眷 各大世家要人 全数缉纳 以利用他们来向家人 勒索钱财 其中就包括 司马家长子司马郎 而袁绍家 四世三公地位崇高 也因此被影响最大 可收到前后 董卓却并不放人 反而利用这些人质 来牵制关东军 令其投鼠忌器 不敢冒紧 但关东军 也没有坐里待命 各大诸侯 秘密集结军中精英 准备趁清明祭组 反向的时机 潜入洛阳 伺机救人 此时 一众头戴斗笠 身披缩业的队伍 正在城外 准备进城 而走在他们前面的人 头戴连身帽 手握长剑 没有排队检查 而是独自向城门走去 所谓队伍中 一容貌清秀 女子模样的人说道 黄伯伯 你看那个人 这名黄姓老者回答 凭一一己之力传官 必是高手无疑 然而 一名守城军官 一掌拍了过来 此人立马露出了真身 只见他掏出吕布军 专有令牌 更自称是赵贤之子 乃今天新商人的 带刀校尉赵火 而他的真实身份 这日司马懿拍来的残兵之手 辽元火 原来 此前辽元火 在诛杀许玲之时 一令船上士兵 悉数被岸边燃下的假人吸引 自己 则在将许玲周遭之人 全数击杀后 陈小梦的纯剑逃离 却未被别人使破身份 因而 才能继续扮演赵火 所谓队伍中 那说话之人 扬起了斗笠 只见他面容俊俏 口中更比一道 哼 所谓的高手 原来只不过是官二代罢了 然而 他却不知 他的南风口音 已被辽元火听到 此时 辽元火坐于城门关口处 而此前的缩鱼队伍 也来到城门口 缩鱼队的头领 看着辽元火 要见的吕布军令牌 心想此人定有大用 低于左右 撑 务必将他捉拿 缩鱼队伍为首者 自称黄座 拖下斗笠 接入盘查 辽元火分辨出 探南方口音 且队伍一心十五 前七后八 真实身份 定是南方的快击军 心中 竟也打下了主意 此时 化名黄座的头领 说不清自己在洛阳城内 加重的情况 暴露了西座的身份 却立马动手 将盘查的官兵 包括一旁的辽元火制住 而辽元火 不仅不反抗 看见有人准备呼救 竟还帮助他们将其绊倒 于是 黄座 携失了一名守城军官 而那名女子 则携失了辽元火 带着所有队伍 进了洛阳城 其余守城官兵 询问辽元火 旁边女子是谁 他却说 是西凉拳的第十八个老婆 又漂亮 又温柔 还想再说 一位此人按住的脑袋 此时 一人一马 一面走来 与黄座擦肩而过 竟是董卓首相的大将 华雄 被携失的守城军官 主动说道 将军 早安 而华雄 虽也回忆问候 但眼神 却盯着旁边之人 如今 已是午时 为何还说早安 心念至此 流元火 密码反应过来 此乃遇嫌暗号 会计军入城之室 已经暴露 于是假装立华 拉着手旁的女子 倒了下去 堪堪逼过 华雄的大刀 老黄大喊 叔子 你先走 这里有我们 而一中手下 也从口中 跳出了兵刃 人称 口中刺 专用来躲过检查 华雄与老黄 似乎相对 问道 听口音 是会计人吧 你是王朗军 还是孙坚军 孙坚军 黄盖 好 华兄 早就想领教了 此时 老黄口中的叔子 已经拽着流元火 离开战场 眼来他 却没有远跑 而是走在角落 一个起落 已将一名官兵 击落马下 随后翻身上马 更有蠢子 捆着流元火 侧马狂奔起来 流元火被偷了 好几十杖 苦不堪言 大骂其掉蛮程度 与小梦不相上下 仰人一路狂奔 却来了一束死不痛 速度稍缓 却有一记重拳 轰了过来 连人带马一起击飞 而流元火 则顺势一飞 冲到了狗窝之中 原来 叔子不熟悉洛阳地形 竟误打误撞 来到了兵部 可谓羊入虎口 此时 兵部门外 人已越来越多 眼看叔子 差势难飞 一众官兵 竟轮流与他鄙视 谁能将他拿下 他就归谁 然而 叔子不仅样貌不凡 武艺也被等先之辈 竟能连错几名高手 官兵们按来不住 不愿再与他纠缠 竟一用而上 先要强行不轨 危急时刻 就有三只飞镖 插于围首之人脸上 定睛于看 四周 只有一人 握于狗舌之中 正是燎原火 指尖他指尖一弹 一只飞镖 也从狗舌中闪电飞出 命中一人额头 指尖再弹 一个缩大的牌匾 已被击落 一声巨响 燎原火已将狗舌 震得四分五裂 而他的手上 甚至嘴中 都拿着飞刃 大战一触即发 也许 燎原火已习惯了 这样一一笔众 孤立无怨的情况 此时的他 他不仅没有慌张 反而误出了许多 平常没有想到的道理 战场上 一切生命 变得没有意义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管你是家中长子 孩儿爹娘 或是父母的心肝 我只为救一人 想救人 就先要昏入关东军 因此 当我者 必须死 人的生命 正是如此脆弱 杀恩者 也杀得习惯 盲目 麻木 在乱世中 人人疯狂 良知和本性 都已被出卖 我日夜祈求 有人来改变这乱世 让一切战争 杀戮都停止 众打 是你 还有我 一股雄心满天下的火 排便还未倒地 人火已的一瞬之间 将数十名官兵 全属击杀 只见他全速飞奔 至那一旁的小贩跟前 将带血的剑交给了他 随后便失去了踪影 咣当一声 挡在梳子面前的牌匾 轰然落下 他的眼前 只有之间的小贩 与一众尸体 此时的他 心中没有感叹 没想到 一个小贩都如此厉害 洛阳城 果然高手无垠 等他回过神来 小贩已经跑了 只有辽阳火 仍如当初一样 躺在狗舌之中 没想到 辽阳火的行动之快 武艺之强 竟然在排便落下 挡住梳子 视线的一瞬间 将十五人全数击杀 隐瞒自己的身份 残民之手 固然非同小可 入夜 洛阳城内 一大宅之中 各大诸侯军中精英 敬会于此 准备执行营救计划 一时 竟有欠人之重 而辽阳火 则被死里逃生的 叔子 黄盖 带来这里 并关押进了 大牢之中 然而 辽阳火 故意不做反抗 不表如身份 这是司马懿计划的 一部分 想要打听 联军的救人计划 辽阳火此时心想 联军兵力不足 如果强功劫牢 虽有胜算 但死伤难免 相反一旦失守 董卓必会 锁城搜索 营救博达 将会更加困难 然而 如此险境之下 联军人军纪严明 立行禁止 其指挥者 定是有勇有谋之辈 方敢进入虎穴 心思显照 如众达计划中所说 董卓搬离洛阳之日 乃劫牢最佳事件 那联军 又会如何考虑 又何妙计 亦或是他们城中 还有内印 大牢之外 袁绍手下军官 周围富商的黄盖包扎 黄盖称 书子擒了照火 立了大功 这下他父亲 就不会怪他偷偷跟来了 而他之所以偷偷跟来 原因 这是为了此次计划的指挥者 袁家公子 两名军官一起哄笑道 你们孙家 倒没忘记 袁孙奶奶的婚约啊 另一边 书子正与联军将领相议 此前小贩秒杀 15名高手的事情 袁树军 王匡军 马存军首领 皆表示自己军中 绝无此等高人 而此人 又并非独眼 看来 也不是朱沙 许玲的独眼此可 此时 却有一人 推门而入 书子闻声而去 瞬间高兴起来 称呼来人为 袁大哥 来人眉清目秀 眉心 更有一点朱沙 这是袁绍之职 袁芳 袁芳 乃本作 一重要虚构人物 而书子 则推测 应是孙奸之女 即 孙上香 奇怪 你怎么也来到这里 此时的原方 神色淡定 面不改色 一时难以分清 他是否高兴 黄盖 却推门而入 说道 他 每天都在说你 这次还偷偷地 跟来了呢 不过还好 以后啊 他就交给你了 说吧 便与众军事 哄笑起来 入夜 牢房之上 两个人正在对话 好像故意在说 给寥远火听的一般 内容大概是 明晚城内内应 又会急急于此 准备动手 他身上抢了令牌 在城内可以通行无阻 他再无用处 可以灭口 等等 说吧 送寥远火上路的人 已经推磨而入 将寥远火压出 临走之时 遇上孙叔 寥远火顽固一横 孙叔则俏皮一笑 回应道 要走吗 不送了 等到来到大宅深处 一处水井旁边 压解之人 便突然动手 想要去寥远火性命 却被他瞬间反制 退入警钟 而寥远火 则趁着夜色逃了出去 然而 就在他走后 原方就突然出现 说道 这小子 定会将我等计谋 告知董卓 原来 原方故意泄露计划 让寥远火知道 随后再放他回去 将连军明日行动知识 告知董卓 这样 董卓明日 就会派兵监视 等到另一棋与此地后 便一举歼灭 但是我们人数众多 董卓一天之内 无法调集城外兵马 只得抽调城内驻兵 即使大佬守兵 必会大减 我们只要今晚撤走 明晚同埋伏在大佬四周的 那一一同行动 定可事半功倍 不仅如此 为了让董卓心里为真 原方早已将连军 目前其身的大宅买下 又在日前地价建卖 去对买家提出一个条件 那就是 买家必须在明日晚上 疑似搬进宅中 实际上 是想让他们来做连军的提斯轨 转移董卓等人的注意 听完原方计谋 黄盖吉探归 说道 孙叔啊孙叔 你果然眼光独到 人说许林治观天下 只恨无缘 遇上绝世无双 然而 就在大宅义隐移之处 张雷正到拐一树上 心想 治观天下 已被你所处 劫牢联军的一切 又在你一计算之内 公主 你由胜 天下无双 本回之中 与布以好友许林之死为借口 前后驻查联军独眼将领 30名 令战神吕布威名大震 极大的打击了 敌方士气 联军将领刘宗 本作虚构人物 为了稳住军心 谎称董卓军 只是利用吕布 来塑造英雄而已 而自己 也一直在大肆宣传 杀死许林的独眼杀手 想以此来与战神吕布的 传闻相抗衡 可没想到 却引来了真正的吕布 惨被诛杀 可谓偷击不成 18名 另外联军与洛阳周边 乍乡董卓的降将 是吊虎离山之际 由降将先起兵造反 因董卓平乱 联军则趁机攻击洛阳 雅 吕布在行事不利 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趁夜突袭联军大赢 令联军互相残杀 死伤无数 破坏了联军的计划 董卓此回也颇为精彩 虽为汉贼 但做的都是为了汉朝之事 比起那些庙堂上 七十道名之辈不知高出了多少 司马懿料到十八路诸侯联军 定辉秘密潜入洛阳刺激救人 于是将即救济 派遣梁元火 据御赵火的身份 用洛阳城内 并混入城内的联军队伍之中 打探联军的救人计划 以此来制造混乱刺激救人 袁绍之职 袁绍 以为流洋火 乃董卓手下 在得到他的令牌之后 故意将其放走 希望他能传递假消息 引来董卓城内驻兵 而自己 则与洛阳城内的内应 林一外合 进行决语 到底 司马懿真正的救人计划如何 袁绍之计 若是否能够实现 且听下回分解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清风说港版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哦 当然 也别忘了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